大家好,我是阿耀 那我們很久沒用以拉畫畫了 所以我們今天用以拉來畫聖誕老人 那要不免俗的,我先來講一下草稿構圖 這是我們的聖誕老人 那我們讓他往旁邊看 接著這個是鬍子的部分 拿一個神秘的微像 那這個比較特別是最近剛好很冷 那我們就讓他喝一個熱銀 然後腳我們就畫圓圈圈這樣子 讓他坐在禮物上 喝飽之後 溫暖之後就要去送禮物了 那禮物盒在畫的時候呢 我最早的構思我是想要畫成這樣走 讓他兩個角度這樣可以切過去 符合這個整個構圖的角度 那後來我想想不對喔 因為這裡如果我們畫板塊的話 我覺得沒那麼好看 所以我想說 試了一下我覺得把畫成橢圓形的禮物盒 那要有綁斷帶 然後呢蹭個底 那加一個我最近畫圖那一家的愛心 那這裡飄煙 所以這就是我們的構圖囉 會今天用幾個物件跟一些功能 然後來完成它 所以如果對於基礎操作比較不熟練的話 可能一些功能看到會稍微問號一下 所以要稍微注意看要用什麼工具囉 這是我們的草稿 我們就把它全取起來 然後不透明度先調第一 圖層一先命名叫草稿 然後新增圖層 這是我個人習慣喔 我會加一個背景給他 然後最後背景要不要用 那就看個人喜好 剛剛呢我這個步驟是按 Shift加X鍵 那動作其實很單純 就只是把筆畫填色丟給物件填色 因為這個很多人問喔 所以都特別提一下 然後我會接你 用一個淺淺的灰色放上去就好了 5啊10啊都可以 看你個人喜好 OK之後圖層鎖起來再新增圖層 那這裡就是我們的主角囉 還有隨著按Ctrl S存檔 那我們就開始進行這個聖誕導公公 那預計應該會在30分鐘左右畫完它 那我們來開始囉 我們先利用橢圓形呢 直接在畫面上畫出個橢圓形出來 然後筆畫先填上一個顏色 圓圈圈出來之後呢 位置先放上來 利用小白這個工具 開始我會調一下 一般來說我畫圖都是先調成包子 因為我覺得包子是基本款 利用把手呢 把臉的幅度給做出來 然後再轉一下把手 有一個包子的感覺 好再來 接著我們用橢圓形把鼻子給畫出來 然後眼睛 眼睛的話呢我會用眼角舉行畫 那我覺得眼睛可以畫兩個版本喔 一個就是只有瞳孔的版本 那另外一個版本呢就是有眼白的版本 那我們後面畫的再試一下 再來 接著呢我們要先把這個聖誕老公公的鬍子畫出來 我們把這個橢圓形呢選起來之後 Ctrl C Ctrl V 複製貼置下層之後呢 直接拉長它 然後左右拉開 拉遠看一下 然後位置比例有什麼覺得不滿意的地方呢 就是反覆的微調一下 我覺得這樣比較效果比較好 那在這邊比較特別 因為我們並沒有要用鋼筆工具來畫 所以呢 這個鬍子的地方 我就用弧形工具做 那當然如果你會用鋼筆工具 用鋼筆工具做 其實速度會快很多 而且會輕鬆蠻多的 像這裡再畫的時候呢 左右直接拉過來這樣不好看 所以 我們必分兩個步驟做 我用這邊做 先從左邊拉過來一條線 然後從反方向再拉過來一條線 接著呢 我們再把這兩條線選起來之後 按右鍵選擇合併 那就變成單一線條了 好 頭鍵按著拉過來之後 然後再把它放大 接著來利用鋼筆工具把腮紅給畫出來 然後拷貝過來這邊 然後眼睛可能可以再下來一點點 然後眼睛可能可以再下來一點點 然後眉毛部分呢 然後我們後面再做 用眉毛比較特別一點點 再來就是聖誕貓這一塊 這裡呢如果可以用鋼筆工具做 當然速度會快很多 那如果沒有辦法用鋼筆工具的話 或者還不熟練的時候也可以喔 利用我們這個弧形工具呢 就拉一條弧形線過來 然後從反方向再拉回來 拉回來之後呢 再把它圈旋起來之後呢 選擇合併 合併完之後這裡比較特別一點點喔 這邊呢我們就直接把比畫給加出了 加出完之後呢把它改成圓端點 比畫工具打開圓端點 像這裡地方一定不好看嘛 所以這時候就是利用小白呢 把這個毛點 選起來去轉一下把手 很多人很好奇說為什麼不用鋼筆工具做喔 我覺得鋼筆工具是 最重要的基本工具沒錯 但是不是非得什麼都得 用鋼筆工具才能完成它 再來呢可以選擇這寬度工具 然後呢可以針對上方這把拉開 因為這線 這裡有兩個毛點喔 因為他剛剛沒有合好 所以可以反方向把這個壓扁 這樣縮小 這裡一樣 等一下把中間這毛點一個刪掉 只有單一個 來那再試一次喔 如果只有單一個的話 應該可以直接很順利的把它拉開來 就像這樣 這樣才對喔 這樣就不用拉左右兩邊了 好 然後ok之後呢我們再做一件事情 因為他目前呢是套了一個描述檔的筆畫 所以我們必須做一下擴充外觀 擴充外觀做完之後呢一樣 Shift加X鍵 把它從物件填色丟給筆畫填色 就像這樣 再來後面的帽子呢一樣做法喔 所以其實弧形工具你只要用的順手的話 你也可以畫出很多曲線的效果 重點就是你要判斷說從哪邊畫過來 從哪邊畫回去 選起來合併 合併完之後呢 再去調一下把手就可以了 如果你這邊再調把手之後 會變成只有單一邊的話呢 先做一件事情喔 先把中間的毛點選起來之後呢 先轉肩腳 再轉平滑 他就變成正常把手了 這裡再調的時候呢 因為不是很好調整喔 所以建議你把草稿的眼睛關掉 這樣看的時候會單純很多 然後後面這個就帽子喔 這沒什麼特別 就圓圈圈圈而已 好來看一下 嘴巴那先不畫 然後眉毛先不畫 因為眉毛那些都是受補的 因為他的形狀並沒有重疊的問題 那我們來講一下 什麼叫重疊的問題 現在線條呢 很多都是沒有做封閉的 當然你可以把物件一個 處理好之後呢 再去把它排列順序去做 但是有地方會出現問題 就是我們剛剛做這一塊 這一塊的線條呢 是完全是獨立的喔 那我們就要用一個工具叫形狀建立程式工具 這個工具我個人是還蠻喜歡用的 那我們來看怎麼用喔 在工具箱找一下 就這個 就這個 形狀建立程式工具 我們呢 先把所有的物件給全選起來 那使用方法是這樣子的 選擇形狀建立程式工具之後呢 這一塊跟這一塊要合併 就直接拉過來 就合併了 拉過來就合併了 那單一線條的話呢 要刪除的話必須按住Auto鍵 再看一下滑鼠油表 會變成一個點的符號 按住Auto鍵之後呢 在路徑上點一下 路徑上點一下 這邊一樣 路徑上點一下 沒點好就變這樣喔 所以點的時候要小心點 然後再來這邊呢 是屬於帽子的範圍 所以直接用合併的方式去把合併起來 然後這裡的話呢 這裡自己決定一下喔 圓圈圈呢 要在貌圓的前面還是後面 那就決定要怎麼拉喔 在前面的話就是往下拉 在後面的話就是往上拉 這樣就可以了 那合併完之後呢 會有小問題喔 這要特別注意一下喔 合併完呢 它的功能就等於是分割 所以如果你填色的時候呢 像眼睛螺一拉開 裡面會破個洞喔 這個就要稍微注意一下這個小問題喔 不過我覺得這也不是問題啦 知道就可以了 如果鬍子要尖尖的話呢 按住AUTO鍵 改變一邊把手 改變一邊把手 讓鬍子稍微有尖尖的 那當然這沒有絕對 我就看個人 難來就是一個神秘的微笑 這個是我個人習慣的 我不喜歡用平端點 就是這個路徑的兩端是平的 我會把它改成圓端點 像這樣 然後筆畫出息可以自己控制一下 如果覺得1 跳到2太粗 那你就改1.5 好完成之後呢 我們就準備來畫身體囉 如果你今天要畫的話 有要分線稿色塊 線稿加色塊 那你可以先把線稿畫完之後再去填色 那如果說你今天很確定說 只是畫色塊的話 其實這個步驟是可以 可以先考慮先做配色 但如果你用形狀建立程式工具 要填色的話 不要一個一個選喔 因為會有一些小問題 所以那我們全部圈圈起來之後 選擇即時上色油漆桶 一個一個選我先選膚色 紅色 紅色先填上來 再來是腮紅的顏色 先腮紅的顏色 填上來 顏色不喜歡要改 後面再改就好了 這個不計 然後鬍子是白色的 我會帶一點點黃色來 因為都是白色的話 可能混在一起喔 那因為我們背景有灰色 所以你堅持用白色 那也是ok的 那用白色 白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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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這個帽子這邊 這個白色 紅色 先把顏色配好 然後眼睛的部分 一般是 走深色路線居多 那這時候你可能會好奇說 那這筆畫填色怎麼辦 其實很單純啊 筆畫填色直接關掉就做完了 那我們如果用即時上色油漆桶填色的話呢 有小地方要注意喔 他做完之後呢 你看到 他的控制項會有個星星在裡面 這叫做即時上色群組 所以我們必須先做展開 那剛剛嘴巴呢 也是筆畫填色 所以我們必須把筆畫 先把嘴巴給救回來 這邊 展開 然後再Ctrl F貼上來 這樣子 好了之後解散群組 那這邊講一下 剛剛我講到一個小問題 就是說 我們眼睛裸化完之後 發現位置不對 一拉開 你會發現很尷尬問題喔 他會破一個洞 因為我們用即時上 形狀建立程式工具 就是分隔的一種喔 那一到這個問題很簡單 你就把它選起來之後呢 再用即時上色油漆桶 把它填回來就可以了 然後填回來之後 要不要連結合並看個人 嘴巴如果沒問題的話呢 記得要去做一下展開 讓他從筆畫填色轉換成物件填色 那再來我們來畫一下眉毛喔 眉毛一樣喔 我會先畫完之後呢 筆畫改成圓端點 然後粗細控制一下 線條等出其實不好看喔 所以我們可以再搭配 我們剛剛用過的寬度工具 選擇寬度工具之後呢 然後在中間產生新的控制點之後 把它拉開 這樣子 變成這種小山丘形狀 我覺得這種 當眉毛很好看喔 物件擴充外觀 做完了就把它轉換成物件填色 那來看一下 這樣就是我們聖誕導工後頭 就 插一個 耳朵 剛好書庫喔 像耳朵這種東西 就是獨立在外面的 就直接獨立化就可以了 來 我們先把頭給群組起來 群組 頭大概花了一半時間喔 那才就身體 那因為身體這個草稿這有點亂喔 那我一個一個拆解出來 第一個呢 我會先把這飲料給做進來 所以先用椭圓形 咖啡杯要什麼顏色可以自己想一下喔 如果以畫面上構圖來說的話 因為衣服會是紅色 我就不建議你配紅色這種 除非你配的紅色 是可能亮一點點 或者是深一點點的 那一整張畫面上 看構圖來說的話 我會建議你可能調一下 暖色系的 因為冬天很冷 來 再拷貝下來 按住修了 附選底下的圓圈圈 然後去做連擊合併 然後往上 顏色這種東西就是 隨時都可以改喔 所以不用執著在於顏色上 那這邊呢我們先調一下 杯子上方朝上 光會照射到會亮一點點 所以調亮一點點 然後再來呢 我們要讓它做一個凹槽 裡面裝上飲料了 所以這裡不要直接Ctrl Ctrl和F去做縮放喔 當你的椭圓形被壓扁 變成椭圓形 不是正圓形的時候呢 就必須去做位移複製 然後一複製再調的時候注意一下喔 這裡不要變成尖的 這樣會很難看 所以如果說這裡會變尖的話呢 就是把數值再調小一點點 可能-0.5之類的 ok之後呢 顏色再換一下 Ctrl C Ctrl F Auto這樣子的拷貝下來 複選它之後呢 你要調飲料的顏色就用交集 交集完就可以直接去調飲料的顏色了 那這裡顏色落差太接近了喔 這裡沒辦法讓它很明顯凸顯出來 所以再調一下 飲料好了之後呢 飲料可以先將它群組起來好了 那再來就是這個杯子 不要那麼單調 你可以做一下簡單的Logo 那Logo上面 你可以做一下你自己的名字啊 或者是相關的 那就打個M 因為是聖誕節 然後像杯子 上面Logo這些配色啊 有一個把它配色法 就配白色 然後白色好了之後 太重可以直接配個柔光給它 擺大色喔這樣子 然後再來就是熱氣的部分 因為我們鬍子是白色 那一般熱氣我們都會習慣用 白色做 但是這裡可能會疊有點尷尬 這裡不用鋼筆工具 你可以考慮一下用鉗筆就好了 鉗筆 然後點兩下之後呢 把平滑加一個 然後畫個S線 S線畫好之後呢 先配上一個暖色系的顏色 接著筆畫面板打開 利用描述檔給它一個 這樣 然後筆畫加粗 這樣就可以了 一樣好了之後呢 去做擴充外觀 熱氣至少飄兩個 熱氣不一定都要飛 用白色 你只要選擇暖色系 做出來效果也會很好 暖色系的杯子 好 先把咖啡群組起來 再來下一個步驟呢 我們來畫手 手要扶著杯子 那再來就畫身體跟腳了 這裡呢我會建議先把身體給畫出來 所以 我們利用橢圓工具呢 再畫個橢圓形出來 然後利用低管去吸帽子的紅色 按右鍵排列順序到最後面 開始 利用小白呢 將下方的毛點給壓扁 變成包裝 到這裡 跟這裡 按下壓 身體形狀你一開始可能不太確定 你就先畫個大概出來 然後先放著 那我們先來畫手的部分 這個呢是手掌的部分 然後這是大拇指的部分 然後大拇指呢 稍微旋轉一下往上 然後這個手的部分呢 這個毛條內推 這樣子 再把這兩個給連擊起來 然後呢 衣袖的部分 一樣是橢圓形 白色的 然後我們就把他剪下來 選手之後再貼到他的後面去 至少手要有扶著杯子的感覺就可以了 然後另外一邊的手呢 比較單純喔 畫個橢圓形出來 高度大小差不多 利用小白呢 把右邊這個毛點選起來往前壓 壓扁這樣子 他就有扶著效果了 然後 一樣要有這個衣袖的部分喔 這個呢 因為 物件順序的問題而已喔 只要把他位置先調好之後 剪下來選身體再貼上就行了 然後大小比例可能自己再控制一下 然後大小比例可能自己再控制一下 一些裝飾喔 這個裝飾的概念其實比較特別 他其實不算裝飾啦 就是說我們啊 利用一個橢圓形 然後畫出來橢圓形 然後旋轉一下角度 放在這個衣服後面這邊喔 讓這裡有凸出來一小塊這樣子 不用多但是要有 那你在拉遠看的時候你就會發現到 這裡的手好像就有一個肩膀突出來這樣子 小小就好囉 暗示一下的那種概念 然後呢 位置可能稍微再調一下 那另外這一邊的話呢 不用這樣做 這邊的話呢 因為都是紅色嘛 所以你可以看到很多茶花 只要做一個小動作就是 畫一個 顏色的線條在這裡 像這樣子 一點點喔 然後把這顏色呢 稍微調成一些些 像這樣 然後把它放到下方這邊來 就是只要這條線這樣就可以了 然後看到觀眾就自己解釋一下 它是什麼東西的 再來這裡有點圖 因為這邊多了這一個直線下來 這條直線 所以那我們要再補一個 聖誕符上方的那個 很像伊林的那個效果的 再把它 復旋起來 按右鍵合併 然後 然後白色的筆畫加出 這裡先剪下來 先把它剪下來 然後選擇聖誕符之後 Ctrl F貼上 這為什麼都是白色的 然後這個呢再剪下來 再重新貼一次 就會有這種效果 效果就好很多 然後這位置呢 你就調一下 到你覺得OK了 就一樣去把它展開來 一樣 鬍子跟這一塊呢 一樣的做法 你可以把它呢 複製一份起來 然後鎖小一些 顏色 顏色稍微調一下 你可以調冷色調 然後這個小小就好了 只有一點點出來 像這樣子 一點點就好 不要多 然後也不要整個滿滿的 就一小小塊這樣子 顏色在這裡 大家看一下 他就增加一個層次給他 像這樣子 這黃色 不是很好看喔 想換一下顏色 等一下再換 先把這個 該條的地方調一下 到這裡 身體上半部好了 再來就是要做了 做折的 所以我們先用椭圓工具 畫一個椭圓形 這是腳的部分 一般就是畫那種 比較深色靴子的顏色 然後這個要有益用 把手稍微遮住一下 讓他才有抱住他的感覺 再來我們要增加層次 所以我們把這個選起來之後 塞個步驟 先壓扁一點點 這樣才有鞋子的感覺 選起來 Ctrl-C 複製 Ctrl-V 貼字下層 利用鍵盤方向鍵 右右 然後顏色稍微調亮一點點 還沒結束 再複製一份出來 然後壓扁他 縮小一點點 這樣子才有那個鞋子的厚度的那種感覺 這樣一點點 突出來一點點 不用多但是要有 要不讓他鞋子有那種突出來的感覺 然後這邊這個也要 稍微轉一下 讓他往外一點點 做法一樣 Ctrl-C Ctrl-V 又用 利用低管吸射 Ctrl-Ctrl-V 又用 然後縮小 鞋子 鞋子要群組 群組 然後這裡就是褲子 褲子應該也要有一個這個 這個去把它遮住這個 然後呢這裡 這裡要細修一下 因為我們要再重做一次 所以老實用既有的來修就好了 然後這邊也一樣 然後這邊也一樣 調這個比較累齁 這個如果 可以的話還是煎壓 用鋼筆工具 在拉的時候就會輕鬆很多了 OK 那聖誕導人的主體完成了 一樣先將他群組起來 Ctrl-G 群組好之後呢 再來就是花那禮物盒了 橢圓形 我覺得橢圓形比較像椅子的感覺啦 就那種圓筒座椅比較適合 然後再來 Auto現在的槌子鎬背下來 一樣的做法 這裡呢要分兩層座 因為要有個蓋子的感覺 所以我們可以把這個呢 再複製分下來 然後呢先把這兩個給合併 再把這個推到前面來 然後禮物盒的顏色 最簡單就是配綠色 因為聖誕節的基本配色 對比色 人家都已經配好了 就照做就可以了 然後呢 如果你比較懶惰的話呢 你可以直接把這個複製下來一分 就像這樣子 複製一分下來 Auto加 Shoot 然後由中心點能比例縮小一點點 利用 小白複選上方的矛點往上拉 然後呢先群組再把它推到後面去 然後放上來 綠色 上方表面的綠色要露出一點點 讓他有個椅子可以做的感覺 然後顏色呢 就稍微加深一點點 這樣子 再來就是把斷帶給畫起來 那我覺得禮物盒好像太高了 把壓邊一點 這樣子 好像還蠻好看的 雖然有點像水管啦 但是 構圖的概念是沒有錯的 好再來 利用呢 舉行工具 畫一個長方形 超過去沒有關係 然後顏色最簡單就配黃色 然後 這裡要分兩次做喔 Ctrl C Ctrl F 如果這裡表面有的話要做三次喔 做三次喔 再一次 Ctrl C Ctrl F 接著先選擇底圖 Ctrl C Ctrl F 按住Shit 附選他 交集 換這個 Ctrl C Ctrl F Shit按著選他 交集 最後一個 Ctrl C Ctrl F F 最後會有三層了 這一層的顏色呢 把它調深一點點 這樣子 然後這一層呢 要把它蓋起來喔 所以我們用 這個 這個 為什麼會多出來這一塊 啊 對對對 那我們來把這個塊錢 處理掉中間這一塊 這一塊 這一塊的做法呢 我們就用這一塊去檢查就可以了 Ctrl C Ctrl F 去複選他 前去上層 欸 撿錯了嗎 好然後這一塊呢 就是把這個呢 跟這個複選起來 然後旁邊拉 然後拉成怎樣 但無所謂的 反正往內拉就對了 這樣子 再把它剪下來 放到 後面這比較困難一點 反正 物件順序記得 就是物件順序而已 所以物件順序很重要 這個觀念要釐清 然後呢 這裡還沒結束喔 把這個跟這個 複製過來之後呢 選擇進色 這樣子 這樣子有兩邊的斷帶 十字斷帶才有那種感覺喔 好那就完成我們的禮物盒 再來 ok 之後呢 禮物盒要群組起來喔 像最後這個步驟啊 我會花點時間喔 看到整個畫面上哪個地方 不協調 地方我再微調一下 譬如說 杯子顏色我不喜歡 我可能就會去換一下顏色 然後不知道哪個顏色好 就都點點看喔 好再來 眼睛的位置 我想要再下來一點點 現在的步驟呢 你可以試一下 像我們剛剛開始有說的 我想要說 他的眼睛是有眼白的 你就可以把這個先刪掉 有眼白的話 我覺得瞳孔可以換很多顏色喔 藍色啊 水藍色啊 藍綠色啊 都可以 我覺得眼睛的版本也不錯 沒有眼白的版本也不錯 這裡可以試看看自己的組合方式 那還差一點點 我們先趕快把它做完 我把帽子給再拿下一點點 然後呢 先加一下那個 我說的愛心對話框 整體流程很簡單喔 但是時間不知不覺過了30分鐘 然後加速一下 然後愛心 Ctrl C Ctrl F 然後先旋轉 複選兩個之後呢 連擊 對齊碗連擊 然後旋轉一下角度 然後配一個 愛心的顏色 接著呢 利用小白 把左上兩個毛點 右上兩個毛點選起來 拉到最圓 然後呢 底下的 圓 然後這裡 中間這裡 圓 這樣子 跟愛心就是它平滑好看 然後它是彈出來的 所以我們把愛心稍微轉一下角度 這樣子 這樣就有彈出來的效果 然後最後再蹭個底喔 我覺得蹭個底啊 你畫圓角矩形 或者是畫腿圓形 圓形都可以喔 其實效果都會有 或者是圓角矩形 我覺得這些效果都是不錯的 趁著畫面上才不會那麼空 然後你可以再配上自己覺得適合的顏色 那最後就是最重要的喔 簽名打 簽名的時間 簽名打 簽名金 簽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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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去找到一個好看一點的字星喔 不要用預設的 預設實在太醜了 然後把它自改為大寫字 自瘦自圓 如果破個操出去 我覺得是個設計一定的辦法 那你可以把它轉成直的 變成垂直排列的 那這時候你可以考慮一下 如果文字空間不好放的話呢 你可以讓它便宜變容 至於偏哪一邊沒有絕對啦 反正就調到自己覺得看起來 也順眼好看 像最後這種無難在放位置的時候呢 就都是配配看了 反正總會有一個效果好的位置給你放 然後記得補上自己的著作商標 利用不透明度讓顏色有深淺兩個效果 那你就可以逐兩個逐一種就是有眼白的一種就是沒有眼白的然後看哪個效果好 然後再來就是禮物的顏色啊這些都可以換一下然後大小比例可以調一下 也可以做個反差喔 讓聖誕老公屁股很大但是做在一個很小的禮物上方 這樣有個反差的對比 最後呢就花一點點時間喔把一些小細節的地方小心的調一下調到更符合畫面上視覺的效果 好了那就祝大家聖誕快樂 那一樣有興趣的朋友就一起畫囉 那就謝謝收看